第六百一十八集 白玉娘 当初明光前辈好心救你 你却不顾人家已婚男人的身份 纠缠不清 这是不要脸 后来被拒绝之后怀恨在心 对外甥们进行了报复 害死那么多人 这是恩将仇报 现在又看不清楚形势 助纣为虐 这是人品低劣 作为女人 我都替你觉得臊得慌 论起口才 论起吵架 她还真没输过谁呢 都是被杨安氏那个老太婆给训练出来的 到现在 她还真没遇到过 能说过那老太婆的人呢 杨如新 你 白玉娘被杨如新说的 脸部的肌肉都抖动起来 你可然是 牙尖嘴利 哪里啊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 而且 我都说对了吧 哼 你本身就是一个心肠恶毒之人 却还要将自己做的坏事 规矩到别人身上 你还真虚伪 就你这样的 幸亏明光前辈不要你 否则 估计后半辈子 会比走火入魔 还难过呢 我 我又杀了你 白玉娘说着 忽然抖动手里的红筹 朝着杨如新就攻击了过来 小心 明光的动作比谁都快 在顾清衡搂着杨如新闪开的瞬间 就攻击了过来 一把揪住了红筹的一端 两人扯住了红筹 谁也不让水 也不过就是僵持了一下而已 明光忽然一个用力 红筹发出了嗡嗡的响声之后 啪的一声 断裂开来 白玉娘直接被震飞 跌落在地上 一口鲜血 喷了出来 谢氏 赵启宋吓了一跳 忍不住叫了一声 就在此时 二鸭忽然抬脚 狠狠地踩了一下赵启宋的脚面 她是被点了血 不能动不能说话 脚是能动的 毕竟不能一直被人扛着背着 她需要走路 在对方动手的档口 她动了 与此同时 小小筋嗖地冲了过去 一口咬在了赵启宋的手背上 赵启宋吃痛的瞬间松了力道 二鸭直接就往前扑了过来 杨如新的鞭子瞬间出手 一下子缠住了二鸭的腰 一个用力就给扯了过来 赵启宋的确是个人物 在二鸭离开的瞬间 忽然抬手将自己的胳膊给砍了下来 一个纵身掠上了山顶 直接就跳了下去 不轻衡急忙追了上去 可惜 只来得及看到一个坠落的身影 很快就消失在山崖的雾气之中了 杨如新简单地检查了一下二鸭 发现他除了几处皮外伤之外 并无大碍 这才松了一口气 大姐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来救我的 二鸭得了自由 一把抱住了杨如新 眼泪巴搭巴搭地 就掉了下来 这些日子 你受苦了 杨如新拍了拍 小丫头的后背 现在好了 有话 咱们回去再说 二鸭擦了把眼泪 点了点头 松开了手 杨如新急忙爬上山顶 看着地上的断手 感叹了一句 这人 还真狠 对谁都狠 包括 对他自己 不出意外 他是活不了的 顾清衡看了杨如新一眼 小小金的毒 狠烈的 希望不要出意外了 杨如新叹了口气 电视剧里演的 都是坠崖之后死不了 希望这个反派 不会再出现反转了 赶紧死了 自己要回去 当村姑了 来人 到崖底去找 不必要找到尸体 不要放过任何线索 齐景云赶忙吩咐自己的手下 可是 这山下面是圆国的地盘 允白有些犹豫 咱们找人的话 或许 那也要找 要确认这个家伙 是不是真的死了 齐景云的态度很坚决 是 允白领命下去了 我真不明白 这人折腾什么 年千千摇摇头 做皇帝 真的就那么好吗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追求 他从小就被灌输了 是康王嫡系后代的思想 告诉他 他的使命 就是要重建大宋 告诉他 这个天下就是他的 他就只能冲着这个目标 他也算是悲剧人物吧 走吧 咱们下山吧 山上野兽太多了 虽然有小绿他们 但是双全难低四首 毕竟是人家的地盘 众人没有异议 他呢 他怎么办呢 道须子指了指白玉娘 虽然是带回去审问一下 说不定 还能问出点什么呢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白玉娘站起身来 手里握着一把匕首 你何必呢 你不想走就自裁吧 也算是一种解脱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 你没死 我就不会死 那我就送你上路 明光说着 双手开始凝聚内力 白玉娘冷笑了一声 想杀我 做梦 说着 忽然手里捏碎了一个什么东西 顿时冒起了一阵黑烟 黑烟弥漫得特别快 加上天色也暗了下来 瞬间就变得 伸手不见五指 有毒 老须子喊了一声 抬手捂住了口鼻 众人也都纷纷后退 二压因为受伤了 不小心吸了两口之后 就咳嗽了几声 还有些发晕 养如心急猫胃给他一颗药丸 这才缓和了下来 雾气散去之后 地上只剩下一滩血迹 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算了 回去吧 杨如心叫住了 要去追赶的明光 他已经被你打伤了筋脉 就算不死也残了 估摸几年之内 恢复不了了 众人都点点头 深夜下山很不方便 道路看不清楚 最后大家只能找了个地方 露宿半夜之后 天色微亮 这则下了山 一股作气赶回了海金城 这次直接住进了自家的宅子里 众人整顿歇息一天之后 这才返回京城 二鸭的回归是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的张扬 杨如心派人去给魏家送了消息 毕竟现在两家是姻亲 魏念北未来二鸭的事 也一直都十分的难受和自责 至于海金城那边的收尾工作 自然是交给云望的人去做了 不过 齐景云本人是跟着他们一起进京的 毕竟这么大的事 是需要有人作证的 回京的当天晚上 杨如心夫妇和齐景云 带着赵启宋的断臂 一起进了皇宫 赵启宋的事 可不光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绑架案 这可是关系到国泰民安的大事 那可是反贼呢 齐景臣自然很高兴 赏赐了不少东西 让人送去了长淮王府 算是给二鸭押金了 杨如心和顾清衡 只能代替二鸭 会谢天恩了 齐景臣自己却暗叹一声 对于别人的赏赐 可以加官进爵 可以赏赐金银珠宝 可对于这两个人 他是真的不知道 要赏赐神吗 罢了 也只能先这样了 夫人 能否请你去 看看皇后呀 齐景臣无奈之下 还是要恳请杨如心的 杨如心自然是不能拒绝 就跟顾清衡约定好了 一会儿在宫门口见面 之后 杨如心去了昆宁宫 沈君如看向杨如心的眼神 有些复杂 这些日子的遭遇 让他的心里无比纠结 却又不知道 在纠结个什么劲 他想见杨如心 真正见到了 却又没话可说 皇后娘娘 忌妒的过程很痛苦 这些日子 你坚持得不错 再过一段时间 就会彻底窃掉了 杨如心诊脉结束之后 笑了笑 沈君如张了张嘴 终究将那个谢谢 又给吞了回去 杨如心也不介意 收拾东西 就告辞出来了 正好遇到青豆几个进门 几个儿子都是日日轮流 过来陪伴母后的 是爷 青豆满脸的惊喜 蓝眼 杨如心点点头 太好了 青豆喝了一口气 那我母后 她恢复得不错 你们都陪陪她吧 杨如心笑着点点头 她的情绪平静 对戒毒是有好处的 青豆抱拳行礼 多谢心仪 好了 我先走了 看着杨如心的背影 青豆终究是叹了口气 有些东西变了 也就变了 无法再回到从前了 从昆宁宫出来 杨如心就朝着宫外走去 只是没走多远 就看到远处一个 衣着华丽的女子 带着几个宫女走了过来 环佩叮咚 相方缭绕 杨如心一眼就知道 对方的身份 原本想绕道的 却发现 这里只有一条路 连条岔路都没有 没办法 只能赢了上去 见过嫁妃娘娘 如意夫人 林敏家 男力赶真的受理 起忙微微汗手 扶住了杨如心的胳膊 不必客气 杨如心也不矫情 直接就站直了身子 夫人 夫人这是刚从 皇后娘娘那里来吗 林敏家笑问 是啊 我正准备出宫了 就此告辞 夫人 林敏家却叫住了杨如心 娘娘 还有什么吩咐吗 杨如心抬起眼来 我就是想问问夫人 皇后娘娘的身子 到底如何了 林敏家忽然叹了口气 啊 这么多天了 一直病着 也真是让人觉得忧心啊 他竟然没有自称本宫 杨如心微微挑眉 夫人肯定会以为 我是在 言不由衷吧 啊 不敢 杨如心汗手 就是不肯多说一个字 是啊 进了宫里 谁都想往上爬 谁都想得到圣宠 更想握住这后宫的权势 我也不例外 也不想那么快 就被皇上气了 如今皇后病着 皇上信我 让我管理后宫 这本是莫大的荣耀 只是 我却高兴不起来 杨如心忍不住 偷偷地翻了个白眼 咱们俩不熟 总共也没见过几次 更没说过两句话 你这忽然拉着我 一副要说知心话的架势 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毕竟这权力 名不正言不顺 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皇后有三个儿子 个个出色 我却什么都没有 我也争不过的 我也就不想争了 我只希望皇后 能赶紧好起来 这样 我也就不用做着 处理不讨好的事了 所以 还请夫人告知 皇后的身体 到底如何 什么时候 才能好起来呢 杨如心抬眼 看了看灵敏家 这女孩子 还真年轻 十六七岁的年纪 虽然样貌清澄 脸上还带着稚气 只是 她却发现 她竟然一时半会儿猜不透对方问题的本质 到底是试探 还是真心 按照一贯思维 那就是 要么 这姑娘真的心思单纯 要么 要么就是 心机太重 不管是哪一种 杨如心都不想接触 随即笑了笑 这个问题嘛 还真不好回答 我只能告诉娘娘 皇后娘娘需要敬仰一段时间 整个皇宫对皇后的病情 进行了隐瞒 皇上甚至将之前昆宁宫里伺候的人 全部处理了 那自己更不会透露出去的 信阳 总该有个时效吧 灵敏家有些急躁 不过问完之后 急忙平静下来 歉意的笑了笑 还请夫人告知 我呢 不是神仙 我也不知道 还请娘娘 不要为难再想 灵敏家皱起了眉 靠退 杨如心再次行礼 静止离开了 看着杨如心离开的背影 灵敏家的眸子 微微地眯了起来 这个女人 还真是不懂屈颜复视 竟然就这么不软不硬地 回绝了自己 就在此时 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灵敏家急忙收回目光 转过身来 只见齐景云大步地走了过来 看那方向 应该是刚从御书房出来的 晕望殿下 灵敏家往路边挪了两步 微微弯腰扶了扶身子 家妃娘娘 齐景云微微汗手 静止越过她 笑往外走 晕望殿下 灵敏家却唤了一声 乔飞娘娘 还有事 齐景云回过头来 灵敏家笑了笑 他其实有不少话想说 他自诩美女才女 将来一定会嫁入豪门 原来他的目标 根本不是皇上 而是云王 这个男人有能力 有担当 跟当时病奄奄的太子不同 只是 等到岁数够了 局势却发生了变化 太子好了 还继承皇位了 还没等他家人 为他谋划的时候 一道选秀的圣旨 他不得不入宫了 虽然跟这个男子 没有任何的交集 可云王 也曾经是他心里的一道光 可是此时 身份早就有别了 他还能说什么呢 齐景云的眉头皱了起来 欠家妃娘娘无事 那告辞了 说完 转身就走 林敏家抬眼 看着那远去的背影 云王殿下 之前皇上提起过 王爷的选妃事宜 所以 本王的事 不需要后宫干涉 如果有事 请皇上亲自跟本王说 齐景云头也不回 留下这句话 静止走了 林敏家只能叹了口气 罢了 以后还是桥归桥 路归路吧 封门口 杨如新老远 就看到站在那里的男人 嘴角不自觉地勾了起来 快步迎了上去 这位帅哥 是在等我吗 这位美女 属你所愿 顾青行回头间 眼里是一抹 显而易见的温柔 却装作一本正经的点头 那可愿意 上我等 哼哼 看在你这么好看的份上 自然愿意啊 好了 人一等到 就跟我回家吧 崇幸之至 两个人牵着手 渐行渐远 分在他们身后的顾桥铭紧 早就见怪不怪了 这两个主子没事就撒狗粮 他们早就被撑得免疫了 外部追出来的奇景云 原本想要叫住两人 却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就停住了脚步 前面的身影 那么和谐 根本就容不下 第三人同行了 允白在后面 看着自家的主子 心里叹了口气 主子心真苦呀 你叹什么气呀 七景云却忽然回头 允白吓了一跳 属下 你是在叹西本王 自找苦吃吗 属下不敢 无所谓 等将来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会发现 就算不能跟他在一起 可是看着他开心 看着他过得好 你就一点也不苦了 说完 翻身上马 送马而去 允白愣了一下 希望追了上去 喜欢女孩子吗 我没尝试过 更没遇到过 我们这样的侍卫 能活几天都不一定呢 哪里有心思想这些呀 罢了 主子觉得不苦 那就不苦吧 常怀王府 魏念北 正坐在那里 看着对面的二鸭 可二鸭的注意力 却全在桌子上的饭菜上 喂 我说 你都在这里看我半个时辰了 你还没看够呀 二鸭将桌子的菜 一扫而空之后 不雅的打了个宝格 就我这张脸 我都不想照镜子 你愣是看了半个时辰 来吧 说说你的感受 魏念北皱了皱眉头 我说你这个女人 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矜持 矜持能吃 还是能喝呀 你 魏念北想怼回去 终究还是放弃了 很快换上了笑脸 咱们现在都得救了 那咱们的事 是不是也该操办起来了 什么的事 咱们俩什么事呀 亲事呀 我什么时候跟你有亲事了 哎 当初被人抓在柴房里的时候 你亲口说的呀 只要能活下来 那么你就 魏念北 你真的喜欢我 二鸭微微挑眉 看着身子 无比认真的 看着对方的眼睛 你 你想反悔啊 魏念北凑了过来 你说了 我看了你的脸不恶心 咱们就要在一起的 什么 你怕了 其实 他也说不明白 对二鸭的感情 他就是觉得 跟着丫头在一起挺好的 这是以前接触的女人 没有过的感觉 人这辈子 就短短几十年 总不能委屈自己不是 虽然美人好看 可是太无趣了 这鸭的丑点就丑点吧 我好看就行了 我怕 二鸭吃笑了一声 开玩笑 我杨如兰还没怕过什么呢 小时候就怕父母家人打骂 可那些人 早就已经离开她的世界了 那你怎么不敢跟我定亲呢 你不用激将我 说实话 我其实挺感动的 毕竟你不是一个 以貌取人的人 这点值得表扬 你别扯那么多 什么样 给个通话呗 反正别人是不可能要你的 就算要娶你 也是看中你大姐的身份 真的不如我合适 你都这么说了 我要是还拒绝你 那不就是矫情了吗 二鸭伸手拍了拍 魏念北的肩膀 不过 我有个要求 你说 你不能纳妾 不能摘花惹草 放心放心 我对别的女人没兴趣 那就这么说定了 后半辈子 请多多指教 二鸭一抱拳 魏念北的嘴角抽了抽 好说好说 咱们先互指教 在杨如新和顾清衡回来的时候 两个人已经达成了友好恋爱协议了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